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 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 爱一朵话不猜 它能开多久 放款的心 那最近对郭靖来讲 好事不断 先说第一个好事好了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个 陈小霞老师 还有姚若老师吗 下一个天亮这首歌曲 这次入围了金曲奖 最佳年度歌曲 自己也应该还是觉得 余有容颜啊 对不对 有耶 我觉得我就是沾了那么一点点光 但是我好开心哦 因为就是真的很难得 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啊 就是对于金曲奖还有一种憧憬 我想说新人嘛 一生一次只能得一个新人奖 然后但是就是落空了 那这一次就反而就没想这么多 就是对金曲奖就抱持着 就什么时候金曲奖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不会想那么多 然后没想到 下一个天亮这首歌就 这么巧的就入围 就特别的开心 嗯哼 嗯哼 想要光着脚涯 在树上唱歌 好多事 这一次到底想要呈现怎样的郭靖呢 这次希望就是有点希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其实前两张 其实我们这一张专题算是《纯爱》的第三部曲 嗯哼 就是一样走的是这个歌曲跟《纯爱》有关 对 但只是造型跟前两张不一样的是说 因为前两张都是黑白为主 嗯哼 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希望说大家可以 因为歌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轻轻的感觉 然后希望说 那郭靖的造型是不是也应该要 幻然一新 嗯 所以就尝试了一些平常没有在尝试的造型 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 算了 让太阳把脸放下 这一次的话 那个封面的照片呢 真的就是感受到 在树上唱歌 然后是大自然 因为真的爬在树上 会不会紧张啊 那个不是Key上去的哦 真的吗 我原本都还想说 诶 有可能Key上去而已哦 因为那个其实 你知道在树上 然后还要这么美 然后表情要自然 大家试试看好了 其实不容易耶 对不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小地方 就是我的脚 其实抓得很紧 就是我其实不是放松的 对对 你要不要陪我